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講講中澳兩國元首會面之後澳洲媒體發問 說美國連藥品都要制裁其他國家,但中國就從未欺負澳洲 建議澳洲領導要多些和中國改善關係 另外,中澳陸軍的合成旅,有人和無人的武器混合 可以說是包羅萬有走在世界前列 看完就得出一個結論,打仗最怕就是沒有錢 在11月15日至16日的20國集團峰會裡面 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多個國家都關注國歌主義習近平 在參會期間密集地和其他國家領導人的雙邊會見 澳洲就是其中一個,該國的大埔澳洲人報 將澳洲總理和中國領導人的會見排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認為只有中國領導人的會晤才是真正重要的 近年以來,因為澳洲方面一系列的挑釁行為 令中國和澳洲的關係陷入僵局 今年5月,澳洲亞爾巴內蔡的新政府上台 和中國重新開啟了溝通管道 在7月至9月,兩國外長才舉行兩次會晤 11月12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柬埔寨金邊 出席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期間 就應約和歐洲總理亞爾巴內蔡見面 到今月,習主席在至20分會期間 再和亞爾巴內蔡見面 習主席在會面時提到 中國關係曾經長期在中國和發達國家當中 走在前列,值得雙方珍惜 過去幾年,中國關係遭遇到困難 這是中國不願意看到的 中澳之間從來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 雙方經貿合作,潛力巨大 希望澳方為中國企業父母投資經營 提供良好的營商環境 阿爾巴內蔡議會後聲明說 與中方的會晤是隨著穩定澳中關係 賣出重要的一步 他們穩定和發展澳中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 通過澳洲媒體聚焦於中國領導人的會晤 12月16日,澳洲天空新聞專人作家索菲 證明吹出澳洲總理要趁著見面的時機 將中澳關係推翻到2016年以前的黃金時代 澳洲天空新聞的文章首先承認 中間機界的澳洲政府用於粗暴干涉中國內政的理由 其實是站不住腳的 例如新疆,文章說中國政府在那裡積極打擊的東伊運 這是一個曾經被美國列為恐怖組織名單內的組織 大中美關係惡化之後 美國又將東伊運從恐怖組織的名單中剔除 作者認為這個一進一出的行動是非常有趣的現象 講到香港,作者說 如果中國將那個英國撲之茅斯軍港 這樣的戰略意義的英國港口殖民了百多年 那麼英國肯定也都會想盡辦法 將它重新立入本國的行政架構裡面 至於台灣,美國就絕不會容忍中國支持波多尼國的分裂分子 在美國的海上後花園、墨西哥灣中部管理波多尼國 令波多尼國成為一個中國的附庸國 還有,所謂南海軍事化 南海早就已經高度軍事化了 因為幾十年以來 美國在韓國、日本、菲律賓和關島 設立了隨時可以投入戰鬥的軍事基地 文章說 由於澳洲政府不斷地用 我們針對的中國政府不是中國人這個說法 來麻痺自己 澳洲幾乎是可以在任何事情上 都追隨著美國的腳步走去反華 否定中國可以保護自身的戰略利益 但現實的是澳洲政府 自開始加入中國內政以來 沒有得到任何好處 文章說 中國關係是自然形成的 中國從來沒有迫使澳洲出口鐵、煤、銅、大麥、 紅酒和牛肉等大宗商品去中國 相反,澳洲出口這些商品 是因為互衛互利的誘惑 這種自由貿易 給了中國對澳洲的影響力 但是,只是美國一而再再而三地用行動證明 它會在最重要的關頭 動用這些貿易影響力去影響其他人 實際上,美國在限制和沒有好國家的自由貿易方面 的確是全球領先的 他們的制裁甚至導致有需求的人 得不到應有的醫療和藥品 最終,制裁對平民的影響 要大於對當地的政府和企業 但中國從不像一個惡霸一樣 主動去制裁澳洲的商品 令澳洲的平民吃苦 只要在澳洲政客決定干涉中國內政之後 對中國的善意減少之後 中國才開始有所行動 所以文章看來 如果歐洲真的想在全球舞台上 跟中國對著干的話 那就應該主動這樣 讓本國企業不要再依賴中國市場 要麼就反過你 既然依賴中國市場程度那麼高 那就要忍住在中國內政問題上插嘴的誘惑 因為中國認為那些問題與他人無關 文章作者繼續用美國做例子 說美國會在各國舞台上公開質疑伊朗的內政 但是他們從不會公開質疑沙特 因為沙特是美國的重要貿易夥伴 不過另一個國家就不像美國這樣 那個國家就是澳洲 澳洲政府想著如雨紅掌得兼 因此澳洲繼續在新疆、西藏、香港 或台灣等中國內政事務上發表片面的評論 這樣顯然是不合理的 文章認為澳洲的經濟成功和繁榮 在未來將繼續依賴中國 所以本屆政府的首要任務 是恢復中澳的夥伴關係 恢復關鍵商品的出口 通過談判消除阻礙自由貿易的壁壘 至於美國所者認為 美國與澳洲有著共同的語言和生活方式 是澳洲最親密的軍事盟友 美國和澳洲領土上的軍事存在 從來都不是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的障礙 文章在最後提出 一個好的領導不應該是排他性的 在這一點上 兩位澳洲前總理博華德和阿博特都做到了 接下來就要看現在新政府了 可以這樣去總結的 第一,文章好好充分暴露了美國的雙重標準 第二,文章也都踢爆 美國指控中國的事情並沒有根據 其他人要對美國做同樣的事 走去指控美國就一定不會有好下場 第三,澳洲也有理性的聲音 新界澳洲政府似乎開始懂得理性行事了 另外,我也想和諸一航展說說中國未來的陸戰方案 今年年初爆發個凹凸衝突 令大規模地面作戰重新翻代國內外軍事觀察家的視野 戰場上湧現先進的反彈導彈、無人機、巡飛彈、遠端火炮等威脅 更加顛覆了很多傳統陸戰的觀念 未來的地面戰爭到底應該怎麼打呢? 需要怎樣的主戰裝備呢? 在剛結束的諸一航展上 中國兵器工業集團首次對外展示出 面向實戰需求的陸軍合成旅整體作戰方案 體驗了中國陸軍機械化、資訊化、智能化融合發展的最新成果 以及有人、無人協同、空間和地面協同作戰的理念 兵器工業集團的專家程子恒向環球時報的記者介紹說 這次在主要行戰上推出的陸軍合成旅解決方案 全面涵蓋了作戰的支援營、偵察營、坦克營、機步營、炮兵營、反塔營、防空營、無人機營等等 和會戰爭的實戰機構證明 戰場的情報獲取至關重要 而這次展出的偵察營配備了覆蓋空天地的完整情報收集系統 其中多功能的地面偵察車配備了雷達和光電設備 能夠提供10至20公里範圍內的全面戰場態勢偵察能力 多功能的無人機系統行程100公里 可以提供戰役級的戰場情報 遙感衛星通過車載衛星通訊系統 可以提供方圓數百公里的情報資訊 偵察營能夠提供準確即時的情報資訊 起到撥開戰爭迷霧的效果 無論5號戰爭還是之前的納卡衝突 傳統坦克裝甲部隊在無人機和先進反坦克導彈面前 被打得潰不成軍 那是否意味著坦克將它被淘汰呢? 程子恒說 以坦克裝甲車輛為代表的重型突擊力量 仍然是未來陸軍正面戰場的主要力量 但它需要進行資訊化和智能化的改造 強化在戰場上的態勢感知能力以適應來戰場的新挑戰 其中坦克型扮演的是堡類角色 讓合成類實現走得穩、抗得住、打得穩的效果 本家主要行展首次發布的VT-4A1型的主戰坦克 在國內外香港成為的VT-4基礎款主戰坦克基礎上 重點升級了主動防護系統和車載無人機太細感知系統 通過資訊化升級 它還可以與銳爪UVW-3小型無人車 形成有人無人系統協同作戰 程子恒透露 中國主戰坦克的下一步發展方向 除了提升機動、防護和火力三大傳統性能之外 最重要的是增強態勢感知和資訊化的能力 在俄冲日當中 無論是俄軍出動的大口徑火炮攻擊 或是烏軍製造西方提供的海馬斯遠程火炮等 展開的游擊炮戰都顯示出 現代大規模地面決戰當中 炮兵仍然是決定戰場勝負的戰爭之王 程子恒說,炮兵仍扮演的角色是強力輸出 坦克和裝甲車主要是正面對抗 但需要打擊對手的有生力量 還是需要炮兵營去實現 在遠短火炮領域中 中國早已處於全球領先地位 炮兵營展出SR-5和AR-3兩個系列的 遠短火箭炮系統 他們都會採取高機動輪式發射車底盤 和雜柱床、運輸和發射為一體的多用途 模組化相體 排幅縮短火箭炮準備的時間 實現各類彈藥的自動裝填 相比偶戰爭中被西方媒體 吹奉得神乎其神的美國海馬斯火箭炮 程子恒說,中國SR-5 在戰術機動性上與海馬斯相當 但在射程、彈藥種類和制度模式的多用性方面更勝一籌 SR-5的彈藥包括常規的122毫米火箭彈 火龍系列的衛星制度正確彈藥 以及採取雷射末端制度、塗像末端制度的神龍系列 末端制度正確彈藥 保證了對目標的打擊準確性 合成類的火力支援除了炮兵營之外 還包括首次出現的無人機營 程子恒說,現代無人機技術和裝備的快速發展 令各種無人機在特定場合下能夠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無人機營當中,可以看到多種型號、多種用途的無人機 例如相對傳統的固定役無人機用於執行偵察和戰場打擊 配備反彈導彈的金雕500A無人直升機 多船役無人機能攜帶不同的武器 包括炸彈、反彈導彈、機槍、甚至60毫米的逼機炮彈 還有飛龍系列的封群巡飛彈能夠集群起飛、協同作戰 簡單總結,中國的陸軍合成類各種兵種武器 有人和無人系統應有盡有 結論是俄司所缺的不只是武器 其實更缺乏的是錢 中國就兩種都不缺了 另外,在石頭台的《十分鐘看中國》 我會講到中華領域會晤之後達成五點協議 雖然協議的內容有點虛 但總算是一個很開始 另外,黎智英聘請英國大狀為他打官司 搞出了一場糾紛,而曖昧了引述 以前律政司都請過英國大狀 其實這是偷換概念 兩個是蘋果和橙 兩種不同的案件 歡迎到石頭台免費看我的分析 大家好,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頭台也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石頭台新節目《十分鐘看中國》 每天用十分鐘告訴大家中國發生什麼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對看 現在很多媒體比較少說中國的新聞和分析 而且多數都是說負面的 少有說正面消息 叫年輕人每天抽十分鐘 看石頭台新節目《十分鐘看中國》 就會知道國家發生了什麼事 可以更深入了解國家 石頭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訂閱石頭台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部 去巴士的部網站就可以找到石頭台 瀏覽石頭台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多謝大家支持